三大方向布局快年度行情 精选核心优质龙头 这次降准的速度还是超出预期的 上周五总理提出事实降准后 央行时隔仅三天就快速行动 此时降准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防风险 保增长 恒大集团为代表的地产公司 对金融风险和经济增长带来相关压力 降准给市场释放积极信号 稳定市场信心 二是释放长期资金 降低金融机构负债成本 通过金融机构传导 促进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 实现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支持 收益板块分析 收益板块一 资金敏感型品种 无论是银行还是地产 都属于资金敏感型品种 银行股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 光大银行 民国银行 华夏银行 普发银行 星业银行 招商银行 北京银行 民生银行等 收益板块二 霸宗商品类大宗商品 尤其是有色金属 主要受两个因素驱动 一个是实体经济的需求端 另一个则是对于流动性的预期 收益板块三 高分红概念股降准 虽然不等同与降息 但随着银行间流动性的些许好转 银行间市场的资金价格 有望出现一定程度回落 建议围绕三条主线布局 一 随着稳增长预期升温 前期超跌的低估值蓝筹股 有望迎来修复 二 新基建发力方向 首推新能源基建 风光 储能 可高压 三 上游成本反转的汽车零部件 机械 以及独立主线军工 免费领取这份名单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